穆国兴和雷雷连妹走进了金城宾馆 大厅里的服务人员事先都接到了通知 反正这些人看到穆国兴走进去的时候 只是微笑冲他点头致意 并没有一个称呼他为市长的 二楼餐厅的迎宾小姐 看到穆国兴三个人走了过来 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 冲着穆国兴鞠了一躬微笑地问道 你好请问有没有预定呢 这个迎宾小姐由于上一次 魏中地位组织部白部长白天爷来订包厢的时候 以貌取人没有给白天爷订包厢 挨了好一顿批评啊 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记住了穆国兴这个市长长得什么样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餐厅不论什么时候生意有多忙 必定留下两个最好的包厢 已被市政府的领导突然光临 这个时候身穿制服的服务领班走了过来 朝穆国兴鞠了一躬 欢迎光临 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带领着他们向穆国兴长去的那个包厢走去了 郑天时这个时候更纳闷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要出双倍的价格订包厢没有 哦 这个姓郭的一来 话都没说一句 这个服务领班就把我们带到了包厢了 在经过一个包厢门口的时候 从里边走出一个人 手里拿着电话 穆国兴认出这个人正是招商局的局长崔金庆 同时崔金庆也发现了穆国兴 他稍稍一愣 马上收起了手机 微微一弯腰刚想说话 就看到穆国兴手在身前摆了摆 摇了摇头 崔金庆虽然不明白穆国兴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领导既然又摇头又摆手 那就是不想暴露他的身份呢 市长这么做 自然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 这个时候要是再不识趣的往前凑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个时候 郑天成看到了崔金庆 紧走两步点头哈腰对崔金庆说 啊崔局长您也在这儿啊 真是太巧了 我请这位美女还有这位郭先生一起吃饭 等一下你也来喝一杯吧 郭先生 这牧市长什么时候变成了郭先生了 看来这个郑天成还不知道牧市长的身份呢 怪不得市长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呢 到了这个时候 崔金庆才彻底明白了穆国兴的意思 崔金庆看着穆国兴走进那个豪华包厢 发现穆国兴在进门的一刹那 转过头来看了看他 冲他笑了那么一下 那微笑中多少带着一点赞赏的意思 崔金庆心里一高兴又弯了弯腰 却看到穆国兴已经走进包厢 不见人眼了 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汗 崔金庆心中又是忐忑又是高兴 忐忑的是 他今天晚上在这里请分管招商局工作的林云洪 林市长吃饭 怎么就被穆市长给撞进了呢 会不会再引出什么事来呢 高兴的是自己见识的快 穆市长还冲自己笑了 这个时候啊 他的包厢打开了 里面露出了一张戴着眼镜的大长脸 哎老崔啊 你这一个电话打了这么久 我们都喝好几杯了 等一下啊 一定好好的罚你 临阵脱逃 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 说话的这个人正是东城区的区委书记范玉堂 崔金庆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就被范玉堂拖到了酒桌的旁边 按在了座位上 凌云洪和另外几个官员也取笑崔金庆 以打电话为名讨酒 是小人行径 崔金庆没理这些人 凑到凌云洪的耳边说了几句 只见凌云洪的脸色一变 啊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牧师长我还能不认识 再说了 我糊弄谁 也不敢糊弄你呀 我不光看到他一个人 我还看到三有皮革的那个总经理 什么郑天成 还带着个大美女 他们三个一起呢 包厢里的这些人都明白了崔金庆和凌云洪说的是什么 多少 有点酒意的 红脸堂 瞬时都变白了 这几个人中午在市中区参加了一个企业的开工典礼 由于中午不允许喝酒 这些人只喝了几瓶啤酒 感觉不尽兴 于是就商量着啊 晚上来这儿过把酒饮 这才凑到了一起 这几个人里面除了副市长林云洪和招商局的局长崔金庆 还有东城区的区委书记范玉堂区长黄志远 崔金庆又打电话叫来了招商局副局长刘小军冯阵南 这几个人正好凑了一桌 不过这时候大家的酒性都没了 牧师长的威力可是太大了 这几个人里面数林云洪的官大 这个时候酒桌上的人都齐刷刷地看着他 林云洪不会给慕国兴当了那么久的助理 他的脑袋转得还算是快 嗯 牧师长看到你 说没说什么 这个时候他这个样子颇有几分大将风度 酒桌上的人看了他也暗暗地佩服起来 牧师长没对我说什么 就冲我摆了摆手又对我摇了摇头 那意思是不想让我暴露他的身份 他走进包厢还转回头来对我笑了笑 嗨 这就没事了 他是市长能来这吃饭 我们就不能来这吃饭了 说话的正是东城区的区长黄志远 这个人仗着他有个姑父 在省里当副省长 平日里很少能把别人放在眼里 林云洪看了看他 心想 你是不知道牧师长的厉害才敢这么说呀 就你这副做派 有一天翻到牧师长手里 他不把你整死也得扒层皮 林云洪说道 黄区长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牧师长个人在外面吃饭从来都是自掏腰包 这么久了我们就没发现他报销过招待费呀 即便是公费招待也都是由市政府的人去处理 人家根本就不过钱 可咱们就不同了 林云洪说完这句话 酒桌上这些人一个个搭了脑袋 一声也不吭了 过了一会儿 崔金庆笑着对林云洪说 林云洪您是牧师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我们这些人里边只有你在他面前最有面子 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林云洪看到大家都望着他 想了想说 老崔啊 你等一下去市长的包厢问一问 让那个包厢里的服务员给牧师长递个话 就说我们想去给他敬酒 如果牧师长同意我们去的话 那我们就过去给他敬酒 敬完了 我们该吃吃该喝喝 如果不同意我们敬酒 我们就抓紧吃 吃完呢 赶紧走 他可能是不想在他的客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贸然闯进去 这不是招牧师长恨吗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礼啊 酒桌上的人连连点头 这也就说明一个道理 官场上的事啊 确实是太难琢磨了 市长和你在一个酒店吃饭 你不知道也就算了 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喝喝 如果知道了 那就多了几分顾忌 如果连酒都不去敬 万一谁的嘴巴不严实传了出去 那就是目无领导啊 林云洪这么一说 算是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慕国星的包厢里 郑天成故意不看 那个大马金刀坐在主位上的慕国星 笑眯眯的对雷雷说 雷雷小姐 还是你有面子 我刚想出双倍的价钱 都订不到个包厢 没想到你这么一来 不仅包厢有了 而且还是个豪华包 看来还是美女的力量大呀 说完之后 郑天成冲着慕国星说道 郭先生 你不是在市政府上班吗 刚才那位崔局长 你应该认识他吧 我可听说 他是你们林市长跟前的红人 那个林市长又是牧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 怎么样 要不要我打电话请了过来 让你跟他认识一下 你要是能搭上这条线 今后必定前途远大 我再在背后给你活动活动 两年之内给你提一级还是有可能的 看你这样子 在市政府也就是个科技干部吧 雷雷听到郑天成的这番话呀 差点笑出来 心想 这个郑天成可真有意思 那个林市长本来是慕国星提拔起来的 现在反而又让慕国星去拉那个招商局长的关系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郑天成这个意思 就是想在雷雷面前 显示一下他和政府机关有多么深厚的关系 外地来的投资商一般有了困难 都是去找招商局 再有招商局向分管的副市长汇报 所以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这个郑天成和崔金庆是比较熟的 他要把崔金庆请过来 估计是想让崔金庆多替他说几句好话 在雷雷面前把慕国星比下去 给美女留一个好印象 雷雷有些担心地看了看慕国星 因为到这里吃饭是他抢先答应的 慕国星只是被动地跟着自己来 他担心等一下什么崔局长来了 会引起慕国星的不高兴 慕国星的心里 这个时候确实有点不高兴 他看了看雷雷 朝他瞪了一眼 那意思是说 你今后啊 别再搞这个名堂了 你那点小心眼 不就是想看看我对你多重视吗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可是慕国星嘴上说的确实 那好啊 来就来呗 人多也热闹啊 慕国星说完这句话 不仅是雷雷感到吃惊 就连郑天成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他本来以为 慕国星会因为崔金庆的级别高 有些不自在 能拒绝他这个提议的 却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 服务员走到郑天成的面前 把菜单递给了他 郑天成接过菜单 装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刻意地对雷雷说 雷雷小姐 还是你点菜吧 啊 想吃啥就吃啥 别跟我客气 千万别给我省钱 啊 哈哈哈哈 说完还故作豪爽的 哈哈的笑起来了 雷雷本来因为这个人 纠缠自己很生气 现在又看着他那副 狂妄不羁的样子 漂亮的脸蛋上 带着迷死人的笑容 伸手拿起了菜单 对郑天成说道 我可是从来不会跟别人客气的 八头鲍鱼 极品燕窝 澳洲龙虾 真品赤丝 这个雷雷啊 是什么贵点什么 这番乱点 他自己暗暗估算了一下 也得好几万 把一边下单的女服务员听得直扎舌 用不安的神色看着郑天成 郑天成虽然是有点钱 可也没见过这么能糟蹋钱的人呢 事已至此 也只好能硬着头皮装大款了 很潇洒的一挥手 对着下单的服务员说道 就按这位小姐点的上菜 先生 你们需要什么酒水啊 没等郑天成开口说话 雷雷就说道 先来两瓶顶级皇家礼炮 不过再说吧 说完 雷雷像是故意要弃郑天成似的 伸出那色如温欲的小手 推了推穆国星的肩膀 国星哥 你看这点点的够不够啊 如果不够的话 咱们再点点 雷雷的这些话 让郑天成吃了一惊 这桌上的菜本来就不便宜了 再加上这两支皇家礼炮 那怎么的都有几万了 这么一个能糟蹋钱的女人 要真是把她娶回家 自己那点家底 还不让她几天都露光了啊 这个女人啊 表面上看起来文静漂亮 怎么花几钱来这么狠呢 一顿饭吃个几万块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穆国星也明白了雷雷的意思 笑着说道 我不喜欢喝红酒 要是有三十年的茅台嘛 还可以来上个五六瓶吧 到了这个时候 郑天成有点坐不住了 可他不想在雷雷面前丢了面子 对穆国星说 国兄 要这么多酒咱能喝得晚吗 就少要一点吧 喝完一瓶再让他们上 免得喝不完浪费嘛 诶 郑总不会连这点酒钱都舍不得出吧 这点酒算什么呀 高兴了 我一个人都可以把它都喝下去 我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吃饭